每天都說空間要用得底 最重要是要懂得借位 所以今天帶大家看借位大師的設計 Emma,一進來 其實已經感覺到有一個很型格的感覺 知道你花了點工夫 其實這個單位的織上有少許難度 沒錯,因為這個位置 原先是一個梯形 現在做了一個展示櫃 加一個收納的空間 我們用條紙去做鳥籠的設計 光滲出來時有光和影 不需要光直接射著我們的展示櫃 這個在後面透光出來真的挺特別 另外,除了這邊 我看到那邊也有條紙 對,其實我們希望這個空間 有連貫性 這一組櫃拉過來這邊 是 這邊的木紋條紙、水波紋 其實是希望我們的空間 增添一些精緻感 我也看到這間屋裡 用了很多弧形的設計 連電紙櫃也有弧形 首先說,我們希望 不要太大量的電紙櫃 是 所以我們也吊起了 吊起了 我們也有些金礦點綴 其實也不是很多金礦 但感覺也有充足 是… 而且我們這個特色牆 跟這一邊也有呼應 是 因為這個位置跟這間屋裡的設計 其實是拉平了… 所以這裡特意加了一個暗門 沒錯 讓他們坐在這裡 就不會看得到進去 沒錯 其實除了這位置拉平了 我看到這邊的櫃和層架 都是做了互形 沒錯 其實當初這個位置 業主也想過會否做過高櫃 但當我們跟他說 如果這個高櫃設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就會令這個空間壓迫感更強 所以在風格、風格和儲物空間 他們取決了要在漂亮位置 漂亮…最重要是漂亮 但是我坐在這個位置 如果是業主 這裡頂著門,其實我們也是兩邊開 這個位置和這個位置 就這樣吞,便能出現 除了這裡有些特別的設計 我看到這塊灰鏡應該也有點玄機 對,沒錯 其實這個位置是原先發展商 原有的開放廓廳 是… 但原先這個位置是木紋 是 跟我們的設計不相配 所以我們用一個黑色的灰鏡 好 去遮蓋原有的材料 這樣跟我們的設計呼應 呼應,所以可以保留到 本身可以使用的地方 作出一點輕微改動 整件事就可以呼應 Amber,一進來這間房間 很明顯看到 你在設計上呼應客廳 有些條紋和弧位 沒錯 我們不希望這間房間有太多顏色 而且太累積,因為房間也不太大 所以這組櫃都是用正式灰色 去處理就可以了 剛才你所說的 我們呼應了弧形的設計 在這個位置 這裡有一個凹位,這麼特別 這個凹位是用來做甚麼的 業主希望床頭也有一個床頭櫃位 但我們有桌子後 這個位置就無法給床頭櫃 希望這個位置可以放電話 這個高度我們也會遷就業主手的高度 可以拿到電話 而且這個位置是一個關門 對 這個位置我們放了充電後 就可以遮蓋,遮蓋了它 對 我們把兩條尾尾尾 電話在這裡便可以了 剛才你說這個櫃面有一個櫃位 應該是一個化妝櫃、梳妝桌 但看起來好像欠缺點東西 是否欠缺眼鏡 對 梳妝鏡對女生來說 真的非常重要 看到這個梳妝鏡 女生一定會很開心 因為化妝很大塊 除了可以化妝時 用來照你的妝容外 其實站起來 襯完衣服也可以照鏡 可以照到你今天穿得漂亮 好,謝謝 Anvera,其實整間房子 進來的感覺真的很舒服 很舒適 而且我發現了 你用的顏色是比較柔和的顏色 沒錯,因為我們業主 是一個工作比較繁忙的人 壓力很大 希望回到家裡 不想有太多不走綠色的東西 都是比較偏向的顏色 她回來就會有一個 很舒適和平和的心情 說說燈光方面 我看到走進來 感覺很舒服 一條一條 這裡的光線也是 好像有些燈槽 或是暗藏LED燈 其實都是打進我們的軌道 令燈光比較柔和 對,所以一進來 這裡已經覺得非常有型格 謝謝你 謝謝Anvera 謝謝Anvera 今天跟我們的分享 謝謝你 謝謝 這次是小燈,這次是小燈 我一進來最吸引眼球的 一定是用來修飾 套進了梯形的展示櫃 設計方面,用了一些條紋 令它像一個架 包住了展示櫃 其實給我的感覺 有一點日本風 因為後面又有光透出來 感覺很舒服、柔和 無論是有吵、有大聲 早上開了很久都不亂 令我沒有教訓 當然了,Sarika 你家裡的冷氣一定是型號有救 溫度不穩定、噪音又大 那怎麼辦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換了分體機 我給你介紹新型號 包住你,睡得好 那走吧 現在人們在室室睡覺這麼古怪 Samuel,分體機和窗口機有甚麼分別 其實窗口機和分體機最大的分別 分體機是說兩部 室外機是負責制冷的 室內機是負責送風的 所以如果你遇到問題 你說它很大噪音 基本上分體機是解決的 不,那這部在室外 我安裝的時候,不就是要搭棚嗎 一般情況來說 安裝分體冷氣的確需要搭棚 不過現在我們看到這部 坊間俗稱420的分體機 其實它是420mm高的機身 很多大型屋苑的舊式窗口機、機台 都可以安裝到這部室內的機器 不用搭棚了 那現在新的屋苑是否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新的屋苑 在建樓、設計樓宇的階段 已經預算了位置去擺放室外機 變相室外機的尺寸 相對地的限制就會少一點 如果分開兩部機 會否特別浪費電 我會環保,如果浪費電就不行 雖然我們說冷氣和環保 也有點牽強,但不要緊 的確確有解決辦法 其實可以選擇使用R32雪種 的分體式冷氣機 這種環保雪種很低排放 可以減低全球暖化 而另一個特點也很省電 分體機有否說要安裝在某個特定尺寸的房間 你知道的,現在房間很小 如果安裝一個分體機 如果批數又高,會否浪費了 這個的確是很多人的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有些人會覺得 裝分體機的滯冷就好了 那就很冷 如果小房間就出現你的問題 是否真的會吹到房間 像雪櫃一樣 其實是不會的 現在已經達到四分三坪 即是低於一坪 就算房間達到五、六十呎 等等 四分三坪冷氣用也是很合適的 那就好了 小房間也可以有更多選擇 對嗎 沒錯 Sarika Frankie 怎麼了 你今天打算帶我來這裡嗎 對 但聽說這裡很猛烈,我很害怕 很猛烈?這裡一點也不猛烈 找一間介紹給你的朋友,他才猛烈 真的嗎 是的 我們去找他吧 好 找他再有膽子吧 今天很開心可以有Tony來這裡 因為雷生春這個建築物 其實我經常經過 不過這裡有點不敢進去 但今天有你在這裡,我們就放心了 雷生春這個建築物 可否跟我們討論一下 關於它的歷史和設計 好… 其實這個建築物本身是1931年落成的 那個年代流行藝術裝飾風格 但它融合了新古典主義 還是一些舊的建築物 很明顯是花瓶 但新的建築物,例如屋頂 雷生春的三角排斷的位置 藝術裝飾風格通常有 是 所以這個建築物本身 是遊合了兩個不同年代的風格 那你不如進去看看吧 好,說了那麼久,馬上進去看看 好… Tony,我們來到這個很特色的 騎樓空間 我感覺到很光亮 陽光很充沛 為何要有這麼大的騎樓 又要有這麼高樓底 其實主要是鋒風和頭鋼 因為你看到裡面有些窗 其實它的崗要靠騎樓 所以騎樓越高樓就越好 而且地面走上去也感覺到很斜 對… 即不是平地 你想想,騎樓以前是全開的 會撇嶼的 撇嶼的水就會流出去 不會濕到裡面 我開始以為是這座樓嗎 對 結構不穩定嗎 斜著地 原來去的那裡是嶺南,華南地區 很大雨,潮濕 牌水會耗很多 對… Tony,那裡的玻璃是否破壞了 為何有樣做光鋒的玻璃 是…專門的 其實剛才說我們要表示 以前騎樓的空間 不是要儘量高 沒錯 還有儘量寬 所以我們儘量把所有新家的 例如冷氣機放在房間裡 而要噴出來或抽氣 就靠這個位置去做 所以在外面就不會再看到一條喉 看回這個天花 有些一點點是吸音的 這個位置是前人的智慧 如果晚上睡覺 它可以開通風,又可以防盜 因為我們要做診症室 所以加上新的門 舊的門,我們仍然保留 這些圍欄本身也是有的 有的,而且你看到這個圍欄較矮 所以我們不外出 因為外出就要加高 以前有舊的建築物條 是離地三尺的 現在我們最起碼要一米一 對…沒錯 好,我們來到天台這裡 剛好也看到有很多新的東西 對…天台有很多盆栽 其實每個盆栽都是跟中醫藥有關的植物 但這條門就是這裡 這裡就是冷氣機位 是… 外面的牆比較高 所以在視角上 在對面馬路斜斜地看上去 是看不到的 是… 而且這裡也有前人的智慧 你看到橙色的磚是升高了一點 對… 如果在斜斜地看,這裡是空的 對… 其實要來隔熱 如果你看到,橙色磚 那邊就是剛才的室內位置 對 這裡就是室外,室外的騎樓 所以騎樓就不用隔熱了 而且還保留以前的煙通 我喜歡這種煙通嗎 是在廚房裡的煙通嗎 對… 下面的廚房嗎 對… 很厲害,這個煙通 很少會看到這麼近 會看到煙通的地 這裡是聖誕老人爬下去的 那裡 對 Tony,我看到活化的建築 提升了 對… 其實我們做活化的建築 真的要有一個功能 要不然就無所用了 對… 但做一個新功能 我們要有很多東西配合 譬如這裡要做一個煎藥的地方 原先的地磚店 我們也要保護它 例如我們要加上膠的地殼 另一個保育原則是 這些東西是可以還原的 等於將來這裡不做煎藥 它就可以建造膠的地殼 再建造以前的地磚 所有的東西,你看到身家的東西 理論上全部都可以拿走 其實在保育方面 可還原性的考慮是很重要的 有些新的研究 發現原來以前不是這樣的 要回復以前的東西也可以 也可以再做 Tony剛才我在外面 想不到這裡還有一個小花園 外面是一個很完整的騎藥式建築 以前有甚麼用 其實以前的堂樓 有一個後勤的寧院 本來有一幅牆 然後有一個小的門 這些工人是從這裡出入的 然後是在這裡煮飯、洗衣服、浪衣服 我們現在沒有了這個功能 就轉化成一個花園 就是普通市民也可以進來這裡 休息一下 而且經過日子的不同 在外面的路填高了 變成如果要出入的輪椅 在那邊是不能進入的 剛好這裡有一個位置 我們現在開了這棚牆 然後將地下升高… 變成可以直出直入 需要有一個無障礙的… 對,無障礙的通道 不用看到有條波道 有扶手之類 對… Tommy,剛才我們在外面 看到這麼特色的建築 進來後,原來這裡還是很特色 對… 其實這裡也算補得原汁完美 你看見女生春的牌片 也是原先的 你看見旁邊的窗也是原先的 這個櫃因為太懶了 所以後來仿製了一個新的 但它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個地下也是原本的 這個地下很有碎的痕跡 對…你看見也挺困難 其實寧願它慢慢困難 比換新的更好 另外還有一個概念 我們稱為改變 即是可以改變 但問題是可以控制或管理下的改變 即是可以慢慢轉變 而不是突然拆除它,重建 看到其實在天花板上 這些都是原油的設計嗎 其實我們進來時 不發覺原油 當時已經塗白色 但我們剛才找到一些舊照片 發現原來以前有些金線 所以我們塗了一些金線 看回以前的樣貌 而且這裡的門也有些玄機 對 我們可以看看這裡的門 大家也值得看看 這是原本的… 對,原本的藥廠… 藥廠的門牌 保留了一邊,可以看看以前的設計 但只有另一邊嗎 對,另一邊 那邊已經沒有了 那邊已經沒有了 所以這裡是石果僅存 很厲害,我們有客人可以看到 好 你怎麼了 我打算在這裡安裝掛鉤 不要,很危險 不懂不可以亂來 我們要請周師傅出來 教我們怎樣用 周師傅… 你好… 這次靠你 好,剛才這樣駕駛是很危險的 駕駛時,很多時候就會做這個動作 正確的駕駛方法是怎樣的 我們要用手的複合位置叉住它 對,按著後面的拆駛 這樣才是正確的 對,這樣就會沒那麼容易 會用手的 我們打算安裝掛鉤 那我們有甚麼步驟呢 我們轉場之前 必須要將駕駛位置 避免轉轉場 我們還有甚麼工具要準備 我們需要到筆、膠質、平水尺 駕駛、入磚、入磚、入磚 以及電梯 這麼簡單就來吧 好,來吧 那我們轉這裡吧,好嗎 貼著這個 不行… 這個位置不行 為甚麼 因為牆上有機會藏了電線 所以我們看到有電制盒 所以這個十字不可以轉洞 所以我們現在轉這個就放在下面 轉這個之前,我們要做一件事 首先我們要記錄鑽嘴 要去到多深 不然有機會轉長 找一個膠質,量度長 好 去到這裡 不能轉深的這裡 好… 好,那之後就要做這件事 是 平水尺 首先你要把平水尺拍下去 好,你看到那顆豬是中間的 現在中了 對,我們就拿一支筆,一點一下 這裡,一點一下 我們現在就可以轉洞 我們對準這個位置 給它一點力量 慢慢轉 要記住,不要斜 是 要直轉 這樣就差不多了 我們轉完這邊,我們就轉另一邊 對,這個時候就可以放膠質 好,我們看到這裡就平了 可以把架放上去 我們先對上洞 用一點力量,慢慢收… 不要急 因為它會向這邊斜 所以我們要慢慢用力 對 好,然後收起來 然後扭持 好,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完成了吊勾 餐廳 好,我們進來這裡 就是要轉瓷磚 對 我們有一個工具 是轉瓷磚最重要的 就是這個 這是甚麼 這是在轉瓷磚前 剛才我們是否用油畫轉 去轉牆 是的 但如果我們直接用油畫轉 去轉瓷磚的話,它會爆發 所以我們要用瓷磚轉嘴 對,先轉瓷磚 瓷磚 我們先用油畫轉 現在直接轉就可以了 沒錯,但有一點技巧 是 因為如果我們直接轉 是 它就會走下去…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斜斜地 一進去,轉了一點洞 再留著吃 即是先開口 對 好 我們要拌一拌 對,拌得大一點 只要轉到瓷磚那麼深就行了 對,多數瓷磚是6厘米 好的 我們要用這個,叫甚麼 油壓磚 對,加磚嘴 對 我們就是一樣 先慢慢扭,不要那麼快 慢慢來 剛好到了 我們轉了兩個洞 好,我們… 就一樣,像剛才那樣 把膠質塗進去 我們塗在一邊的膠質 如果我們剛才預計的位置 是剛好,就像這邊一樣 全部進去 是 但如果這邊… 很濕,拌不住 很濕,拌不住 對 我們就要用戒刀 慢慢左右… 批走就行了 對,批走就行了 慢慢收 這邊可以收光了 看夾手指 對 這邊再收回 大功告成 太好了 要充分利用迷你倉的空間 我會建議用儲物箱去收納雜物 不要用袋 因為袋臂箱容易破壞 而且不規則的形狀 會很容易令迷你倉看起來很暖 另外,可以善用高空空間 加掛鐵通和門口加掛鉤 一次過掛起頭盔和球拍